朱明宗教授 欢迎来到香港中文大学45周年校庆活动 由理学院物理系朱明宗教授主讲的博文公开讲座 首先我们有请香港中文大学45周年校庆筹划委员会 召集人廖柏伟教授支持 有请廖教授 朱教授 各位来宾 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香港中文大学45周年校庆活动 博文公开讲座系列的第五场的讲座 中大在1963年成立 经过无数先延前辈多年的努力成果 为我们订下基础 今日中文大学已经绝壮成长唯一所研究型的综合大学 以丰厚的中国文化传统 中英商语 多元文化的基础 以及独特的书院制度 卓言自立 为庆祝45周年校庆 中文大学得到香港公共图书馆的鼎力支持 协办一系列八场的博文公开讲座 透过探讨各项富趣味性的课题 将中大八个学院的教学 以及研究成果 带入社群 啟发思维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理学院物理系 朱明宗教授 为我们主持今日的博文公开讲座 朱明宗教授 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理学士及博士学位 1985年加入中文大学之前 受评于麻省理工及加州理工学院从事研究工作 他现在研究兴趣以天文物理 宇宙论及粒子物理为主 追索宇宙最小及最大尺度的原理 自中学年代 他已经热冲于转研天文学 可以说是标准的天文法少有 星星究竟是什么 他是从哪里来的呢 和人类又有什么关系呢 朱教授今天的演讲将以神秘的宇宙为题 介绍天文学家对这些问题部分的解答 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 朱明宗教授 多谢廖教授 首先要多谢各位来宾 今天又落雨 都挺冷的 大家都来捧场 多谢大家 我朋友一听到这个 这个讲座的题目就骂我了 神秘的宇宙 那么没有诚意 你不如 直接叫它做 神秘的讲座就算了 或者甚至是 神秘的朱明宗算了 事实上 我自己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 想回我自己 中学年代为什么 会喜欢天文学 为什么会去做天文学 物理学的研究呢 正好就是因为宇宙很神秘的 而且我又发现 近年虽然发展很快 很多科研 有很多新的发言 但是宇宙的神秘 并没有减少到的 只有更加多的 代解的问题 正好就是科研好玩的地方 我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觉得好玩 很开心可以参加研究的一些工作 现在 在香港来说 越来越难 感受到 星空的壮丽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很黑的夜空 看到上面 很多星星 很开心 可能大家都会试过有个感觉 就是 同宇宙 和这些星星 可能很远的星星 好像很熟朋友 有种很亲切的感觉 亦都很可能 大家心中有很多疑问 对于夜空 这些星是什么来的呢 甚至屈原也有问过 屈原也有问过 有很多天文的问题 天文 事实上 我想大家可以想到 关于宇宙的很多很多问题 我一直在想 我说什么好呢 难处是选择一两个问题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实在太多问题可以讨论 那我一直列出来 我想停了就算了 我今天只讲两个问题 究竟那些行星 或者那些星星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接着我们也会讨论一下 整个宇宙和我们人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 现代人呢 就可能越来越觉得 跟我们的夜空相较远了 其实呢 人类历史以来 很多年以来 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密切很多 以前呢 基本上 无论是西方或者中国人都好 基本上都觉得 星星是主宰着我们人生的 他们不知为什么 但是大家都会觉得 哇 就算看医生也好 这个是十五世纪欧洲的医生 一个工具来的 他看你病呢 给你药 那些药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药 他其实是另外一个医生的工作呢 就帮你拿一本星图 算一算 你应该什么时候吃那些药 他觉得呢 占星是很重要的 就算哥伯尼啊 开普勒 这些最出名的天文学家呢 他们同时也是很出名的占星学家 开普勒出名的原因呢 就是他成功尖声那样 尖扑到呢 又不知道在哪里打仗啊等等的 那我们中国当然呢 古代天文观 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呢 就去看着天 看看天有没有异象 有异象的话呢 国家有大事发生 不过当然啦 现代来说 大家感觉不到 星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的 可能甚至有很多 尤其是年轻一辈的同学呢 有时见到一颗星在天上 都已经觉得 哇很神奇的一颗星啊 这样 现在人 尤其是我们在城市的人呢 我们每天见到城市的光 已经太多了 蓋过了我们夜空的光 那我们是否已经和我们的宇宙 和这些星星脱了截呢 如果两个月前 大家有看过夜空呢 大家应该都会见到这个 很开心的影像 对 就望上的天空呢 又见到一个笑脸 你如果像我一样 应该很开心的 我整晚 熬冬的 在那儿拍照 很开心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很开心的 对 除了让我拍到好像有个 劍仙的物体 从校长的屋子飞出来之外 这个是中大 有时 如果大家有机会出去看星的话呢 感受一下星空 你看星星的时候呢 不知道你能否觉得到 是你看星星还是星星看你呢 对 都不少人会说 人在做天在看的 冥冥中的星星好像看着你 对 好 接下来想讨论一下 究竟这些这么远的东西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最近的就先说吧 刚才这个月光来的 月光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除了上月 首先说一说 就是 近年我们大概知道月球究竟是怎么来的 月球是怎么来的 现在最流行的理论呢 就是常河不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相信呢 很可能月球的形成呢 就是几十亿年前 有一粒大概火星那么大的行星 被地球捉了 捉了在地球轨道那里 然后呢 就撞到地球 部分这粒行星的物质 和部分地球的物质 就终了上去 上了轨道 那就形成了我们 上月的月球 所以上鹅上月 上鹅奔月 那有什么意义呢 原来是很重要的意义 因为我们可以用电算机去模拟一下 没有了月球我们有什么后果 有没有想过呢 那原来呢 那原来呢 发觉 计完一大轮数呢 你很容易在电脑那里模拟 没有了月球 地球会怎么样呢 摆回月球在那里 地球又怎么样呢 那一个很直接的后果呢 就是 有了月球围着地球转呢 是会将地球的自转拉慢了的 有很多证据证明呢 有很多证据证明呢 地球很多年前 自转速度快很多的 那时候的一日呢 只有八个小时 或者到十二个小时 就是说呢 以前地球是比现在 转得快两三倍的 好啊 那又怎么样 没所谓啊 那第一个后果呢 就是 如果地球自转那么快的话 地球上面的风速就可以很厉害了 我们打风呢 十号风球很厉害了 是不是 啊 这儿可能是 五十号风球来的 对 如果地球的自转 是 八个小时就转一次的话 风速可以达到 每个小时几百公里 那已经很糟了 很难想象 地面有很多 我们现在熟悉的生物可以存在了 另一个后果呢 是近 大概十年前才知道的 那 那有科学家模拟过呢 又发觉 原来地球自转那条族 为什么可以这么稳定呢 是靠月球的 没有了月球的话呢 地球自转那条族 原来会 混沌式的转来转去的 那大家如果记得 小学的时候学过 我们地球有季节呢 就是因为地球会倾斜 地球倾斜是二十多度 如果稳定的话 我们季节稳定 但是如果没有了月球的话 我们连地球的季节都不稳定 那这两件事都告诉我们 没有了月球大概 就没有了 所以下次上月的时候呢 就应该 感谢一下这个月球 好了 远一点 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了 太阳 绝对是我们的主宰 太阳是天空上面 最典型的颗星 天空上面 你看到的星 九成都跟太阳差不多 一样的了 我们的太阳 表面呢 就变化多端的 有时呢 就睡一些气体出来 我日日好天 就去拍下太阳的了 这幅相呢 就是我几年前拍的 拍完很开心 如果你还 有些童心的话 你就看到 为什么我这么开心 看不到我给你看 表面面话多端 但其实它内部很稳定的 几十亿年都很稳定 太阳绝对是我们的主宰 我们地球上用的能源 绝大部分都是太阳来的 而且呢 我们越来越多证据证明 地球的气候 是跟太阳 是很密切关系的 例如 有科学家做过模拟 就发现 如果你把太阳放出来的 光和热 减低了百分之三 地球就冰封了 以前那些冰河时期 很可能就是这样的 可能将来仍然会有冰河时期 只要少了百分之三 我们就冰封了 另一些 这些经常都有的文章 就越来越多证据证明 我们跟着太阳起舞 譬如说一张文章 就是半年前而已 在一份物理学上面 很权威的期刊上面发表的 这三位物理学家 就去研究 南美洲一条很长的河 第二长的河 那些河水流量 和太阳黑子数目 有没有关系 这就是那条河 我不敢读 Parena River之类 南美洲第二长河 僅次于阿米遜河 好 他们拿了很多年的数据 从1910年一直到现在 就发觉 画了出来 实线就是那条河水的流量 有时高点有时低点 虚线就是太阳上面 有一些黑色一大大 叫黑子 你可以数到太阳有多少黑子 发觉原来太阳黑子的数目 和这条河流量的量 相关性很强 那我们有时会计一计 相关性 所谓相关系数 0.78 0.78的意思就是 如果一个高的时候 另外一个有 大概来说78%的机会 都是很高的 这个相关系数是非常之高的 基本上你可以拿着 跟着太阳黑子的数目 来预测这条河 会不会有水灾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只知其然 未知其所以 但是似乎 很明显地地球上 很多时候 我们的气候 我们的河水 都是跟着太阳的活动 在变化的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 就是在1600年至1700年之间 有大概六十年 七十年这样的时期 太阳黑子的数量 少到基本上没有了 有名字 叫Monderminimum 刚刚好 那七十年左右 全世界各地 都记录到 温度很低 欧洲凍死了很多人 而我们中国 正好就是明朝衰亡的时候 大概两年前 美国有一位很出名的教授 翁玉琳教授 就来中大讲一个讲座 他讲了一部分 我抄了他这张图 就是说 可能明朝 为什么会衰亡呢 除了宦官 除了皇帝不甜之外 其实也很可能 因为天气问题 天气一冷的话 就会很干的 于是就常常有悍灾 就搞到民不聊生 于是就很快 明朝就告庆福了 那这些记载的年份 正好就是太阳黑子 很少很少的年份 我们讲了月球 没有他也没有我们 太阳是我们主宰 再远一点 很多光年外面 那些星星 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事实上 我们经过了大半世纪的研究 科学家发现 基本上我们可以说 所有人 其实都是星星的一部分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人 体内有什么化学成分 什么造你出来的 有列表 我在Wiki那里抄出来的 有很多样子 有很多碳 有些流行 其他也很少的 有些淡 有些盖 这儿你看到的所有的化学物质 除了氢之外 我们现在知道 全部都要在星星里面做出来的 我们身体里面 绝大部分的物质 九成的物质 一定是在某一粒行星里面 里面的核子熔炉煉出来的 宇宙初期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的 只有氢和氦 那就是说 这一堆这样的物体 就要由 某一粒行星内部那里 练了一些物质 才形成它们 那怎么样 由这里走到那里呢 那我们就知道 一定要靠这些 星云 什么来的呢 原来基本上 大部分的行星 死亡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爆炸发生的 有些小的爆炸 如果一粒行星的质量 比太阳再高两三倍的话 我们都很肯定它们 必经过一个大的爆炸阶段 我们叫超新星 成粒星 大部分由核心开始 一路爆出来 爆一粒超新星 最光的时候 比太阳可以光几亿倍的 平均来说 每一个银河系里面 几十年应该有一粒这样的超新星 每一次爆发 大概少于一个月里面 它放出来的总能量 大概等于太阳 照一万亿年放射的总能量 很猛烈的一件事 如果我们幸好 在一百光年外面 有一粒超新星爆炸的话 我们天空上面 就会看到两个太阳 给一个真实的数据 串出来的一个动画 大家看看 这一粒东西 就是一个银河系 大概有一千亿个太阳 离开我们很远的银河系 大家留意到 即将一粒星死亡 变成一粒超新星 那它爆炸的时候 它其实是光过了 它这个银河系里面 一千亿个太阳 银河系里面 一千亿个太阳 一起的光 爆炸 爆炸就会将它的遗体 遗留在太空 造成一些我们叫星云的星体 譬如说 这个就是很出名的蟹状星云 在大概一千年前 一零五四年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天文学家 记录有一粒超新星 很光的 光了两个月 我们今天看看位置 就看到它了 这些星云 就孕育新一代的行星 当然行星附近的行星 譬如说地球 或者甚至乎 行星上面的生物 就是刚才这些这样的物体 全部 就是曾经有一粒这样的超新星 爆炸 剩下一个这样的星云 然后里面有一小堆 聚回 做个太阳 做一些行星 做个地球 上面就诞生 不知道怎么样了 就成为了那些生物 所以呢 在很实际意义上 我们全部都是星辰来的 我们全部都是星星造 我们都是星星的一份子 是不是很浪漫呢 你不用这么浪漫 老实告诉你 我们是一些核子废料 刚才我说 每一个银河系里面 平均几十年应该有一次的 上一次我们银河系 是发生了一个超新星爆炸 是1604年 400年前了 那一次呢 一个很出名的天文学家 Kapla 开普勒呢 就记录得很清楚 写了成本书 讲他 那天文学家一路等一路等 等了405年了 年年那些天文学家就说 就快有了 就快有了 还没有 那我们今天仍然可以找到 Kapla当年那颗超新星的位置 又是见到一颗这样的星云 1987年 见过另一颗相对光的超新星 不过不是我们自己的银河系 在隔离那个 爆之前爆之后 好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观测呢 一来你可以找些很远的超新星 二来呢 其实 远方的星星爆炸的超新星 它是会将很多 它的驱体 散向宇宙四方的 刚才说 大家看到那些蟹状星云等等 其实里面有一些很高能量的粒子 是不断飞向宇宙四方 我们地球都接收到的 一个是一个云露室 我就在一个实验室那里 就用一个摄录机拍着它 里面有很多些气泡 很多宇宙飞来的粒子 就会在这里造成一些 可以看到的影像 我们称为 一些痕跡 这些我们称为宇宙射线 宇宙飞来的粒子 很多的 你看到这个是实时的一个摄录 不断有这些粒子 现在 一路飞了可能 几亿光年飞到你那里 打到你那里 打到你 全身都是孔孔的 不用怕 应该没什么事的 希望没什么事 我们也可以研究这些宇宙射线 我们也可以研究这些宇宙射线 我和一班傻子学生 真的在香港研究这些宇宙射线 我们就选择 躲去香港仔隧道中心 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个孔 这个孔里面 又有个小一点的孔 这里有个秘密实验室 我们自己一手一脚 砌了一些仪器 去量度这些宇宙射线 我们银河是等了405年 下一粒几时 在哪里 很可能在这里 如果你有机会去大婴山南面 看星的话 你应该不难看到 南十字座 石澳也看到 基本上你向南面 没有什么遮挡的地方 天空够黑 你很容易看到 银河 南十字座 南十字座 旁边有一片 那一片星云 是我们称为 船底座的一粒星 这粒星是个人 这粒星 太空望远镜拍摄他的照片 就是这样的 你都看到他很不稳定 海山二星 距离我们不算远 八千光年左右 这粒星很厉害的 他比太阳的质量 大概一百倍 比太阳光五百万倍 但是非常不稳定 1843年的时候 已经记录过 他有一些爆炸 那时候成为夜空 最光亮的星星 但是未成为超新星 即未爆了 现在等着它爆了 随时爆了 可能明天就爆了 那这粒呢 估计它爆的时候 会是一粒很特别强劲的超新星 很多天文学家 现在在等着它 好了 说完月亮 太阳 说完恒星 我们说一些再远一点的东西 如果大家有机会 看到银河 现在越来越少的机会 譬如说你去到美国 那些沙漠 像阿利索蘭州 那样 哇它夜空 很漂亮的 你会看到一大大 好像是云 那样 不是云 是我们自己的云和 是 你觉得宇宙很壮观 但是宇宙和我们 有什么关系 这些这么远的东西 很远的 最近的星星 都是四点多光年 光都要走一年 光一秒钟 走三十万公里 那么远的东西 这些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这一幅我很喜欢的 在美国最黑的一个地方 叫做Death Valley 加州 有些人拍了一个全天的照片 你看到全天的人 非常壮丽 我们自己的人台是这样的 这幅是真正拍的照片 大概你看到有光的部分 直径是十万光年左右 一个碟状的结构 我们大概在离开核心来说 是五六万光年 大概有一千亿个太阳 我们今天知道的呢 我们的宇宙是所谓的 岛宇宙 就是说那些星星不是均匀分布的 是分一堆堆 一个个银河系 这样分布的 你看到每一块呢 就是一个银河系来的了 好像我们自己的银河系一样 我们的银河系 不是特别大又不是特别小 很典型的 和这些都很类似的 那我们估计整个宇宙 见到的银河系 大概都有一千亿个的 就是无时无刻 有一千亿 成一千亿个太阳 在照着来的 那在宇宙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宇宙最早期 大家都或者听过一个所谓大爆炸的理论 宇宙最早期很热的 物质很均匀的 大概137亿年前 那为什么过了这137亿年 我们宇宙由一个这么均匀的状态 演化到今天这么严惨的状态呢 分开一堆堆的星系 里面有一粒粒的星 怎么可以做到今天的导宇宙的呢 这个问题也跟我们很相关的 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演化 宇宙一直保持着很均匀的话 那固然不会有这些星系 不会有些银河系 也不会有一粒粒的行星 不会有我们的太阳 不会有行星 不会有我们的地球 不会有我们人类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存在 我们如何由宇宙初开 很均匀的物质分布 变得这么严惨 你们一个个的 那这个问题呢 近年 宇宙论学家呢 已经大概有一个解答了 不过解答呢 带来更加多的疑问 解答呢就是 原来发觉呢 很重要就是有一些所谓的 暗物质去帮助 做到的 暗物质呢 有很多证据 最大的一个证据 我自己觉得 一个很有趣的证据呢 就是原来我们自己的地球 我们的太阳系 我们的银河系 我们坐在这里呢 你很开心啦 原来我们呢 正以一个 每秒钟几百公里的速度 一直被 远方的一个 室女座星系团 吸紧过去的 一个高的速度 被它 一直捉过去 那你很容易可以计算 要有多少质量 才有足够的马耳引力 将我们附近的 那么多的星系 那么多的质量 吸紧过去 还要是那么远 那么 宇宙论学家 天文学家 计算完就发觉 哇 要符合这些 这样的观测呢 宇宙一定要存在 很大量的物质 而绝大部分是不发光的 不发光又不吸收光 所以是透明的 不是说黑色的 这些暗物质 有质量 虽然有马耳引力 但是基本上 没有其他的作用 不会阻止光 又不会吸收光 平均来说 我们整个宇宙 暗物质 比我们知道 看到的物质 多大概八九倍 总质量来说 有了暗物质 就可以将一个宇宙 最初相对均匀的状态 因为它们提供 很大量的 万有日历 就可以将最初的气体 凝聚成为 我们今天看到的 星系 里面的一粒粒星等等 这个过程 虽然是137亿年 但是如果没有了这些物质 只靠我们看到的物质 是做不到的 只靠我们看到的物质 是不会形成我们今天 看到的星系 星星 更加不会有你和我 现在是很多 很热门的课题 很多做宇宙学研究的人 就会去模拟这些暗物质 提出各种理论 去尝试说这些暗物质是什么 我和我的研究生 也有致力于做这方面的理论计算 也有很多天文学家做观察的 他们用一些间接的方法 可以知道 宇宙里面的暗物质大概在哪里 和如何分布 譬如说这个是 美国一组观察的 研究小组 他们得出的数据 你看到白色一点点的 就是一个个星系 就是类似刚才这里 看到 这样一个个星系 平时你晚上看上天 就以为这里有东西 旁边黑色那里没有东西 原来现在我们 最近这十多年 就发觉 不是的 我们看到的是白色这些 看不到的暗物质 不发光透明那些 是一大大 这里用橙色表示 但其实这里 橙色那堆暗物质 是远多 我们看到这些 发光的物质的 情形有点像 想象一个 猪仔包 你看到的 只是猪仔包上面 那些芝麻 你看不到一个大的面包 但我们现在终于知道 原来有那块面包 在那里 暗物质 还要靠那块面包 才可以提供足够马耳引力 让我们凝聚到 星系 星星 地球等等 没有这块猪仔包 就没有你和我 但是刚才说的那几个部分的解答 就是说 例如太阳对地球气象的影响 又例如 暗物质 对宇宙演化的影响等等 大家都很明显知道 是很部分的解答 这些解答 带来更加多的问题 什么是暗物质呢 你可不可以找它呢 可以量一下暗物质是如何的呢 星球如何爆炸呢 如何形成为超新星呢 现在还没有一个理论学家 可以电脑模拟到一个爆炸 一粒星星的爆炸 这些全部都是带来新的问题 更加有趣更加重要的问题 所以这些研究是不断继续的 最后我就想买个小小广告 今年2009年 就是加里略第一次用望远镜 望上天空 发现很多新的事物 400年之后 所以联合国定了今年为国际天文年 国际天文年 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庆祝的 包括香港也有很多庆祝的活动 我们中大也有些活动去搞了 大家可以去到这些网址 就可以知道有什么活动了 最后我想播一播 这个国际天文年 一段 两分钟左右的影像 我们下来的观众 我们下来的观众 一揹熊的一併人 一揹熊的一揹動 一揹熊的一揹 一揹熊的一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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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十年前 有一組科學家提出一個理論 就說我們近年看到地球暖化 可能不是全部人為造成的 這個理論現在是有很多爭拗的 主流大家都相信 太陽造成的地球暖化 只是佔少部分 是有 有效應但是佔少部分 人為的為主 即是我們燒很多二氧化碳 這樣放上碳氣層 暫時我們有最好的數據 最好的計算 似乎都是說太陽的影響 都不是最主要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只是憑觀測太陽 來預測地球的氣候 就不會做得很準確 但是我要強調 這些研究現在不是說 很肯定可以說出答案 上代研究 對,先在這位置 先在後面 是的,我想問 如果多了太陽 你說多了月亮 就會變得地球轉慢了 變成如果放多些衛星上去 放多些垃圾上去 變成我們就可以每天25小時用 謝謝 好的問題 但是,唯一問題 就是我們扔上去的東西 以質量來計算太小了 它的影響太小了 月球對拉慢地球 最主要就是靠潮直力 因為月球 令到地球的潮水 每天漲退漲退 那些潮水漲退 其實後果是會拉慢地球自尊 我們的衛星就太微不足了 請問這位 朱教授,我想問一問 我們心目中覺得 一件事都是有此有蹤的 宇宙是否有此有蹤 宇宙是否無限 無限的概念是怎樣去理解呢 無限意外是甚麼呢 多謝這個問題 很好的問題 是否有此有蹤呢 在科學上 我們現在都相信 宇宙是有個大爆炸的開始 這個開始 我們甚至相信 時間和空間 都是由那時候開始的 所以時間是有開始的 有沒有完結呢 不知道 而現在看來就沒有 宇宙會不斷在那裡膨脹 不斷在那裡 不會收縮 不會走回頭 現在來看 但是 的確 我想很多 很多朋友都聽過 大爆炸的這個說法 很多觀測證據支持 是 時間、空間 以及我們今天所有知道的物質 都是大概130億年前 開始發出來的 然後很多朋友都會追問 那之前是甚麼呢 之前是不准問的問題 我們不可以問時間 時間零之前的事 那時候是我們不懂得討論 沒有得討論的事 也等於你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無限之外是甚麼 不准問的 無限之外的 那麼我們的宇宙是否無限的呢 今天的觀測數據就說 我們的宇宙是無限的 似乎是無限的 但是我們見到的宇宙是有限的 因為我們最遠見到的星體 就是以光束離開著我們 再遠一點的 我們看不到的 如果再遠一點 快過光束的物體離開我們的話 我們已經不是在討論科學了 因為你沒有辦法 用任何科學的觀測 去量度它們 去驗證你的任何理論 這樣就變成不淫理說了 對方變成不淫理 所以 實際對科學家來說 有意思的就是 我們觀測到的宇宙是有限的 從來都是一個有限的 可以觀測到的宇宙 以這個觀測到的宇宙 有限的範圍裡面 我們就看到了 剛才所說的那些 外面發生甚麼事呢 因為我們不能夠否證 不能夠做實驗否證 做觀測否證 我們就不討論了 不是在科學的範疇裡面 謝謝你 謝謝你 我想問一下 暗物質是沒有辦法 用光線來量度 但可否由引力造成的扭曲來量度 例如光線的扭曲來量度 很聰明 暗物質我們 看不到它發光 光也不會被它吸了 怎知道它存在 一個很重要的手法 就正如你所說 它的暗用力 它會扭曲了婦人的空間 所以後面的星光傳到來 就會被它扭曲了 剛才我不是有幅圖 是說朱仔包的幅圖 正好就是用這個手法 就是用後面的星光 如何被扭曲了 推測到前面的物質的分部 是靠這樣來知道 暗物質的觀測 大部分都是靠這種手法 和正常的貌引力作用 即是說有甚麼星星盜著它們來轉 等等這手法 朱教授你好 其實我想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之前指說月球是因為有些物件撞到地球 然后再产生物件,变成月球的存在 我想问,其实有没有机会 我想已经有机会了 譬如说,再来一些的星体能撞到地球 如果有的话,现在地球的一些科技能否预测或是能够探索呢? 第二个就是问,因为现在那些观星的器材都很先进 看得很远的宇宙 其实有没有迹象是看到,或者是有其他的生物 或者是高等生物是宇宙的存在可能性呢? 主要是这两个问题,麻烦你 多谢,两个都很好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会不会再来一次整两个月球我们享受 让我们每一天再多点充数 让大家做多点工作 相信小的东西撞过来的机会是一定有的 小的意思是可能几公里,几十公里都有机会的 但是要像刚才的理论所说的 大概火星那么大的一个物体撞过来 就应该没什么机会了 如果有留意我刚才说的 理论上面,刚才说月球形成的理论 是几十亿年前发生的 就是太阳系刚刚形成没多久 那时候很多行星其实都没有凝聚过来的 那时候其实太阳系可以说是很多垃圾的 过了这么多亿年 其实太阳系里面大部分的垃圾都 要么被太阳吸了去,要么就推走了 推到很外围的地方 现在剩下的大粒的行星 大家都知道前年就说剩下八粒了 那这八粒其实轨道是很稳定的 所以应该不存在火星突然撞过来 除非有另外一些再远一点 譬如说无情情有个黑洞飞进去的太阳系 当然不能够排除的,不过机会率很低很低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探测到 太阳系外面有其他高等智慧的生物存在呢 现在其实是一个很热门的课题 最近其实只是去年一年里面有很多新的突破 包括现在可以找到 第一,已经是外的行星发现超过一百粒了 我们已经可以探测到上面大气层有些什么气体 包括去年有个发表过 就是说找到一粒行星上面有二氧化碳的 量度 有水分的量度 还有不知是什么另一种 不是很有益的气体 但是未量度到有生物 近磅的了,等下吧 等多五年,十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你探测到二氧化碳已经开始接近了 我经常喜欢给学生看 我们量度地球大气二氧化碳的变化 你发觉地球大气的二氧化碳含量 每半年是会跌低,再跌下,再跌下,再跌下 好像在呼吸那样 我们的行星真的在呼吸的 我们的树木 是因为它们的生理作用 就会敷一些二氧化碳 或者吸一些二氧化碳 每半年有这样的呼吸的形状 所以如果我们再改善一些技术 可以探测到远方的颜色 那些二氧化碳 如何跟时间变化 可以很准确量度的话 我们就可以接近量度 究竟有没有生物 还有其他方法 我想近磅的了,等下吧 你报纸一天见到 记住我告诉你 有没有年轻同学问问题 那个船底组 就是离我们地球八千光年 亦都说过那些暗物质的存在 它们的质量都比较高 那会不会是因为 如果那个船底组行星 和地球之间有些暗物质在 那些光的出道可能慢了 那可能令到距离的计算 会有很大不差呢 这个也很好的问题 我们经常说 这颗星有多少光年 那颗星有多少光年 我们当然有很多观察的方法 去量度它的距离 同学的问题很好 会不会中间有些暗物质 我们不知道它在 它将光线传播来我们那里 扭曲了 令它的距离长了呢 第一,绝对不排除这个机会 第二,这些这样的误差 其实天文学上的距离 我说是八千 随时说的是九千光年 误差如果可以是百分之十以内 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对我们绝大部分的讨论 不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你可以问 那颗星爆炸我们有没有事 那你就计算吧 计算是爆炸放出的能量 传到我们地球 对地球的影响 那你发觉的计算 其实八千光年 九千光年的分别 不是太大的 如果大的话 我们就很紧张了 我们就要试试不同的方法 去量度它的距离 希望有些方法 可能受到的物质影响 也可能有些方法 是不受影响的 很多时候我们天文的观察 就要靠多一个方法 去互相比较 尽量去确保 没有这个问题 我提供一个例子 怎样可以避开这个问题 你一看那颗星 中间可能有些东西 你等 等几十年 你跟它相对的位置变了 那你又再计算 如果几十年前 你计算那颗星 跟你之间有一堆黑暗物质 你过了几十年 你们之间可能仍然有暗物质 但是应该不同了 可能少了可能多了 所以你计算在距离的变化 你大概心中有数了 就算中间有些暗物质影响 它影响不会太大 朱教授你好 刚才看到一些可见的物质 我们知道它是一堆一堆 非常不均匀的分布 接着说暗物质其实有很多 我们相信它有很多 但是你提出的例子 就像猪仔包一堆 令我想象那些暗物质的分布 是非常平均的 但是就一堆一堆地在后面 我想问 其实我们理解那些暗物质的分布 是不是好像可见的物质 一样不均匀 还是有其他的分布状态 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 现在其实有两派在争 为什么物质的分布 究竟有多圆滑 多顺滑 还是很严蠢的 但大致大家都相信 没有我们可见的物质 那么严蠢的 但是没有那么严蠢的 结果你也要量化讨论 究竟物质的分布 是这样很圆 还是中间会尖尖的 一两派在争 不知道 我们要多多观测 才可以知道 朱教授你好 你有一张图片 就是拍到我们现在 现存的银河系 其实理论上 应该不是很可能的 因为你不可能在那边拍过来 其实到底背后有什么 科技可以帮助我们拍的 是否用这种反射等等的原理 有没有问题 我猜到有人问的 其实是这样的 或者先弄一张图片 是真的 没关系的 是真的照片 我们的银河系 好像一个碟壮 很多船臂伸出来 大家要想象的就是 但是你看到这个平面 其实有一只 其中一只船臂 就是由银沫 萤幕那里 这样伸出来 伸向你那里 我们在那只船臂上面 明白吗 就是说我站在那里 我扮他 我就是中间肥的那一团 我旁边就是两边 我这边很多东西 我亦都伸了一只手 你就在这只手上 那你这一只船臂 太阳的位置离开 我都可能是六万光年那麽远的 除了这个位置 令我们可以这样 看过去银河系核心之外 这一幅相的确有点特别 就是要在某一个波段那里拍 不是说我们只用数码相机拍的 是用一个很特别的波段 因为波段有什麽特别呢 就是不是很受中间 我们银河是其他陈轨的影响 就是我们银河是有很多陈的 那些陈轨吸很多光 但某一个波段的光 它不是很吸的 所以我们用那个波段来看我们银河 就比较可以看得远一点 如果你用其他波段 就没有看得那麽清楚 就没有看得到 第一封是真正拍出来的照片 不是做的 不是假的 精华 请点击 我想问 你刚才说 室女座在吸我们这个银河系过去 我想问它几多年后会吸过去 然后 它两个星可能会撞在一起 如果我们两个一起撞在一起之后 那我们地球会怎样呢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 我知道每个星系都有一个黑洞 那星系最后会不会被黑洞毁灭呢 还有这个宇宙是否会被黑洞毁灭呢 好问题 一年前也好问题 第一个先 我们要多久才飞到那里 来世有数字计算的 我们每秒钟几百公里 我没有个具体数字 我有个数字在那里 不过我们会加速的 越近的 马云里越大 我们现在距离它六千万光年 所以你可以回家试一下计算的 六千万光年 每秒钟当它一百公里 那要多久飞到它呢 首先不要理加速 有加速那又怎样呢 大概你将时间除一半 好 第二个问题 大概要多久呢 不知道 起码几亿年 第二个问题 我们的星系飞到它 跟它的星系结合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因为那个很远的 六千万光年 距离我们近很多 有另一个星系 我们叫做仙女座星系 肉眼看到的 距离我们二百万光年 天文学角度很近的 我们跟那个星系 是互相飞到的 所以我们远远未去到那里 我们已经跟仙女座的星系 会结合了 我们会结合成一个 大一点的星系 好了 会发生什么事呢 估计 因为科学家可以用电算机 去模拟情况 估计其实 绝大部分的行星 是没有事的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星系里面的 星星和星星之间的距离 其实很远的 我们最近的那颗星 是四光年 你把这个距离 比较我们太阳的半径 一百万公里 哇 其实距离 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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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是说我们银河系里面 星星的密度远低于我们这房间的密度 大概来说我估计 如果你把这房间只剩下两个人 那可能那个密度 可能也比我们银河系里面的星星的密度更高 好了 我只剩下两个人 有人关了灯 叫他们在那里走 看看会不会撞 不会的 没有事的 所以很怪的 两个星系撞了 绝大部分的星星 没有事的 不过呢 银河系里面的气体就会影响了 到时就会有很多气体 会塌缩成为新的星星 所以有只有一天你会看到 哇 晚上天空多了很多星 很漂亮 那可能是在来的 可能星座都在变成了 那我也很期待发生 不过我估计不了 回答黑洞的问题 的确 现在所知 所有大小小人来系 核心都有黑洞 甚至刚刚今早我看 我忘记了Nature Science那份集志 就说 开始有些迹象证据 证明有很多是双黑洞 两个都很大的黑洞 那会不会 它们吞噬了银河系的物质呢 不会 黑洞的马耀引力 离远来说 与一粒星的马耀引力 是一样的 它的质量大一点 但是它的马耀引力的模式是一样的 它的马耀引力到何时才会 跟牛敦说的那种不同呢 你很近很近才会有 所以你远的时候 你是感觉有些耐引力 但是正等于地球 不会跌到太阳一样 你不会因为太阳有引力 地球就跌下去了 不会的 会有轨道 如果隔远围着轨道 是稳定的轨道 不会跌下去 所以不用担心 三个问题都不用担心 朱教授 昨天新闻报告说过 有一粒小的行星 就几乎撞到地球 当它真的撞到地球 虽然它的十层纽这么高 它有机会摧毁一个城市 它也说每天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行星 有机会撞击地球 因为它为什么不撞击 因为轨道不同 所以它刷身而过 但它说不代表没有这样的机会 撞击地球 就是说地球每天都有这样的危机 其实现在科学的水准 可否预测到某一年的时候 有机会撞击 而可以避免这个灾劫呢 好问题 其实刚才有另一位先生问 类似的问题我还没回答 我们可否可以监测到 一些很小的 有时候我们叫小行星 隐石 随星等等撞到地球呢 的确现在美国 特别是有一些天文学家 专做这些监测的 在网上也可以找到 很多这些小物体 它们轨道的资料 撞击地球的机会率 也有计算的 那么 问题是我们看到那些 相信远少过我们未看到的那些 我们的技术未能够保证 即是你看到那些 都不撞过来也好 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未发现到 未看到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不会撞过来 我们不知道 但是 统计学上 我们就很确实知道 其实真的不断有些 东西掉下来 所以是 而事实上 现在最流行 说六千五百万年前 恐龙为什么绝种呢 最流行的理论就是说 当年有一粒 不小的东西撞起来 令到地球上基本上 很多很多的物种 包括恐龙 是灭了种的 所以下次随时可以发生 由于时间关系 最后一个题目 刚才是这位先生 朱教授 很感谢你的演讲 很有兴趣 不是只是年轻人有兴趣 连我这么大年纪也有兴趣 我就想到了 就说大爆炸 当他的理论成立 就是有一个时间 就说是百多亿年前 但是我们通常的概念 应该有一个时间 当然要有一个空间 那么有没有科学家 尝试找出那个 究竟大爆炸在哪个地方发生呢 这个很好的问题 我答完 可能你更加觉得奇怪 答案就是大爆炸在每一点都发生 空间上每一点都发生的 不是在一点发生的 是在所有点发生的 我们相信我们的宇宙 不是只有一个中心 是在所有点都是中心 所以大爆炸的发生 在所有点发生 包括你和我周围 如果你说 所有点都是发生爆炸 但是我们现在梁读就说 离我们越远的星球 离开我们的速度就越快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如果每个地方都有爆炸 就应该有些星球 是在向我们移过来的 那变成不是离开我们 而是接近我们的星陷 这个问题的确是比较抽象一些的 但是大家要想象 首先第一件事 大爆炸理论的名字是很误导的 在科学上我们并不是说有个爆炸发生 不要想象恐怖分子爆个炸弹 大爆炸理论的核心理论是说 就是137年前 宇宙 密度很高 温度很高 我们由这个很高的火球 一直宇宙膨胀 冷却成为我们今天 这就是大爆炸理论了 并不是说有一个爆炸发生 爆我们的宇宙出来 并不是这样 千万不要把爆炸的图像 套落宇宙里 第二 如何想象我们的宇宙膨胀 但是一点点都在那里膨胀呢 常用的一个比喻 就是想象在气球表面 气球表面你随便点一点都好 但是气球一直涨的时候 你望其他一点都在离开 你走着的 膨胀在每一点都发生的 每一点都是膨胀的中心 每一点看其他一点都看到其他一点走着 第二个比喻 你只可以想象在表面 你不可以想外面 不可以想里面 里面和外面不存在 因为我们宇宙包所有东西 所有宇宙的东西都在气球表面 所以是一个二维的比喻 只可以用比喻 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三维空间加时间 但是连一个比喻 就算接受 只是想到气球表面也好 都不是很准确 我们今天相信最准确的宇宙模型 宇宙是平的 并不是像气球表面那样弯曲的 所以你要想象大约就是 我们这个空间平面 都是二维的比喻 你想象很多格子 每一个格子都在膨胀 均匀地膨胀 所以膨胀是每一点都发生 这个平面一直延伸到无限 所以刚才说这个宇宙是无限的 无限就一样可以不断膨胀 可以不可以 很清楚 这个是 很清楚 谢谢 好 谢谢两位 谢谢大家 很精彩的对白 谢谢朱教授 有请你教授代表致送一份纪念饭 给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